大家好,今天是11月17日,星期四 股市經過上星期五、星期一和星期二連續三天大幅急升 昨天終於出現一個高台會討 其實成交加額亦稍微有少少防曼 上星期五收市假計升了1244點 這個星期一升了294點 到星期二收市升了723點 第三天加起來累積的升幅是有2261點 而成交金額加起來是有5924億 說真的,在這麼龐大的動力推動之下 市的急升其實都是成理據的 不過問題是你始終升得比較多 高台不可能沒有回吐或者消化 所以昨日就 중有數字 是不止喩喩才低於174點 去至18469點 之後曾經 LC100下跌至18414點 但是買盤卻步 而且零稅回吐估額開始滲 shock 結果区指數日中一度低 gobierno 相對早日跌了312點 其後有少少回穩 最後收到18,256點 只是跌了86點 成交加碼有少少放慢 只有1,732億 今日估計大市的氣氛 仍然會處於一個 生後的消化和整股之中 其實在技術上來說 由於指數已經是重返10天 20和50天線之上 而最高的移動線就是50天線 現在大概在17,186點 嚴格來說 只要不跌穿50天線 整個技術上走出困局的勢頭是沒變的 有些人就說現在是牛市的一期 其實都還要稍微看看 但如果認為這是牛市一期 自己就可以考慮作少少部署 當你認為是牛市一期 就意味大市最壞的時間已經過了 既然是這樣的 為何不可以作一個部署 沒有人對牛市的看法是完全不同的 到底是否紅衣已經結束 和進入一個牛一呢 很多人的看法都不一致 如果自己認為是牛一的話 就自己作一個抉擇 可以入市的沒有問題的 沒有人會阻礙你的 但是主要部分認為 大市的基本面還是比較弱 只不過是一個反彈的 暫時看看先觀望 也沒有所謂 好了,騰訊公佈10送1股美團 到底是多少呢? 騰訊的股份發紅股份 是95億8100萬股 即10送1來講 大概是送9億5810萬股美團出來 以昨日的美團的股價 在收162元 整個金碼涉及相當於1552億 當然不會是明天送、後天送 1月5日除淨、3月份才送出來 但問題就是 個別的大股東 如果他手上有多少騰訊在手 到其時 在除淨之後 他自必一定會收到美團的紅股 可能會有些對沖的活動 鎖定利潤的部署都不頂 散戶就沒有辦法 你100股就送10股美團 你一定要去到3月 大陸你才收到股份 收到股份其實亦都可以沖 雖然你說收到股份是稅股 但沒問題的 有公司是專收稅股的 只是低4個價位及介 今天大市受到美股外圍 都有少少反覆影響 開出來可能會略為低開 試一試18000 怎樣的支持都不頂 有一點留意 昨日指數最低是18,031 如果今天跌穿1031 意味著有機會進一步反覆 當然不知 下面比較具防守性的支持 剛才提到是50天線 一人跌穿情況和問題 暫時不會太大 好了 早市分析就講到這裡